非常乖的病人 我應該可以是海芬的小跟班 他是 六分鐘基本簡單的檢驗 其實你就可以知道說 身體上面是有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這個真的是預防攝影師 好 歡迎收看海芬的大明星小跟班 我們今天的大明星小跟班 是非常健康的一集 是 不好意思 小護士 是 幫我打針 好 好痛 啾 好 為什麼 你這個戳很深耶 你要有個硬子 生肌爆腹 對 好的 今天林志玲化身成為小護士 你又有一個主要的任務對不對 對 主要的任務呢 就是帶著這個腹癌篩檢車 然後之後他會有20台 到各個的鄉鎮縣市 然後幫大家做腹癌的篩檢 對 各位朋友 大明星小跟班的第一集 我們就從這裡開始的喔 今天大概已經聯繫過 之前在大賣場 對 不是 之前是 對 對 而且 人到了一定的年期的時候 就開始講過往 對啊 好來幫我們搬一下 你看他還是一樣的親切跟和愛 任何的東西 你知道 只要不管是傾倒啊 或者是你知道 有些沒有歸道位置 他都會自己幫我們扶著 不小心掉到樓梯 應該會幫我們抓起來就對了 是 對 因為六分鐘護醫生 我覺得這個觀念喔 現在已經是大家都很普遍 都知道了 對 確實 我覺得這個slogan 就是大家都會說 六分鐘護醫生 可是為什麼是六分鐘 對 其實透過六分鐘 基本 簡單的檢驗 其實你就可以知道說 身體上面是不是有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這個真的是 預防生育治療 大家都知道 可是要行動 對 嗯 因為呢 你看我們從以前到現在 其實你知道身邊很多的朋友們 你只要比出這個手勢 大家就知道你要傳達的意思 那林志玲跟我們這個 這次六分鐘護醫生合作 已經有九年那麼久了耶 幾乎你這九年內的每一次 你沒缺席 我也沒缺席 我也沒缺席 我也都在 對 如果要問你說 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次 跟這些病友姐姐妹妹們互動 你有印象嗎 印象最深刻的 我覺得是應該 是在之前有一次拍了一個紀錄片 在那個過程當中 是我和他們相處最密切 然後也更可以深刻的了解 說其實生病的不只是他們病友 而是家人所要付出的力量 也非常的巨大 還有他們面對的這樣的恐懼 還有如何跨越 對 這個都是我之前比較 不會想像或是經歷到 所以那時候真的有覺得 跟他們好像是在 在同樣的心境下面對一切 然後下個月身體會不會更好 或下個月身體就突然不行了 我覺得那個恐懼好可怕 而且啊 因為我們應該怎麼樣 跟所有的好朋友們 就是跟大家分享 我們看到這些病友 甚至他們家人們 面對疾病的那種心路歷程 其實我們在那旁邊 講不好聽點 我們都只是加油 加油 不要難過 可是當我們真的 進入到他們的生活的時候 才相信 他們的勇氣真的很可怕的厲害 真的 我覺得 女人 身為女人 常會有一種認度 是你沒有辦法想像到的 而且我覺得林志玲 要告訴大家 勇敢這件事情 我覺得你也是 非常非常的有說服力 因為你知道之前 住院那麼長一段時間 我們都會覺得說 啊 好燙啊 我那時候說 我拔個智齒 我就痛個要死了 更何況是要經歷到 很多那種 身體上的折磨的時候 再看到這些病友們 真的會有一種感同身受的心疼 對不對 對 確實感同身受的心疼 就像你講說 其實我覺得 人最痛苦的就是生病 還是你真的要求到最好的 你信任的醫生 你可以聽一個意見 聽第二個意見 可是千萬不要自己去找一些 不對的門路 因為這種是有時間點的 很多時候它過了這幾個月 那譬如說這個 腫瘤它可能長大了 那你就更難去消滅它 所以這個我是要跟所有的朋友說 真的 相信專業很重要 好 我們要輕鬆一點的跟大家分享 這個你知道 對 它太嚴肅了 對 我們要請我們的護理老師 好的 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要告訴所有的大朋友 小朋友們很重要的觀念 我們要用輕鬆的態度去看這件事情 但是只是要很嚴肅的去處理這件事 先問一下 你是一個很乖的病人嗎 醫生說什麼你都做什麼 護士說不能喝冰的就不喝冰的 打針就一定不會叫 非常乖的病人 我應該可以得那個病人的模範獎狀 怎麼樣的乖 有的時候 那個護理或是護理人員可能會說 不能怕痛喔 該幹嘛的時候 就按照時程表來走 我在醫院的時候 醫生和護士都說 從來沒有人見過我這樣不會喊痛 然後自己要求提早復健 他說男生就這樣碰一下 很痛很痛 然後他看到我這樣 然後因為我不曉得 我自己覺得很多時候 可能是 在你是那個角色的時候 你的目的就是做好那個角色 當然每個人生病的時候 你也有你的角色 你就是病人 就是養好病 其他的就是心無旁駛 不要去多想 那醫生說的 就是你要相信的專業 然後就是好好做 那當然會有疼痛 會有沮喪 會有憂鬱 什麼都有 可是盡量讓自己 撐過那段時間 那怎麼辦呢 如果我在這個治療的過程當中 我就是覺得我已經快撐不下去 快受不了了 你有沒有什麼樣的方法 可以告訴大家 讓自己的心情更快樂一些 是美食 還是朋友 還是什麼 我覺得在這個的時候 家人的陪伴非常重要 因為家人畢竟是 他是會 毫無 保留的奉獻這樣子的 一個愛和關懷 那還有朋友 你最好的朋友 然後你想要聊天的朋友 有時候真的不快樂的時候 把他說出來 就是很重要 一定要有人的陪伴 我覺得這個時候 最怕是自己一個人 因為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你很多時候有一個盲點 你會把自己關起來 鎖起來 最怕 有時候我看到有一些病例 他們就會 想不開 其實想不開在那一瞬間 如果有人 能夠拉他一把 多好 所以當你發現你朋友 生病的時候 請你也做那個 可以陪伴他的朋友 你看我們這九年來 有陸陸續續 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活動 林志玲 因為六分鐘護醫生 當過導演 也因為六分鐘護醫生 也當過那一些病友媽媽們的 幫他們設計很多 像是悠遊卡跟包包的 你自己覺得哪一個嘗試 自己都覺得 哇好新鮮喔 怎麼會有這樣的嘗試 我覺得最特別 應該還是那一次當導演 對 因為我覺得其實 沒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你能夠透過鏡頭 去看到他們的互動 所以像剛剛上台的 影詞和他媽媽 我是非常熟悉 因為他媽媽很容易感動 他媽媽大概每次看到 我眼睛都是水汪汪的 其實你要知道他媽媽 在這背後 付出了多少的心力 可是他看到影詞的時候 都是笑的 對 然後所以在他們的故事上 我學到很多 還有包括 我一直覺得 他是我很好很好的朋友 方毅 對 然後他 他就是他答應我要做義工 所以在某一陣子 我非常生他的氣說 你怎麼可以離開我 你怎麼可以離開我 所以這些 病友們 我覺得他就是我的朋友 所以那個角度不一樣 所以呢 我們在今天訪問的最後 要請林志玲 以大姐姐的感覺 要鼓勵所有電視機前面的 女生朋友們 要重視自己的健康 來 大姐姐 大姐姐 對 所有的婦女朋友們 然後我的姐妹們 然後 其實我覺得 一切都要從愛惜自己開始 你要保護好自己身體 有自己的健康 讓你才能關心別人 才能照顧別人 那很多時候 大家在急於工作 或是家庭的同時 都忘了自己 其實我們現在 花個六分鐘的時間 我們去做腹癌的篩檢 乳房的檢查 然後超音波 以及乳房的攝影 以及子宮肌磨片 不要去怕 我們永遠是提早知道 提早預防和治療 這些一切都可以解決的 不要把它想得那麼的嚴重 然後 行動 行動 我們知道 可是一定要走出這一步去行動 好不好 就在今年 我們一起來做檢驗 謝謝林志玲 謝謝 而且妳好會做保留的動作 真的 我好像會很激動 如果再想到這個 謝謝